第1766集 池峰竟然跑了 他感觉很羞耻 自己可是神王 怎么怕一位圣者领域的虫子呢 可是他就是不安 就是想尽快的离开这里 这时 应哲仙的身边 那个儒雅的神王也不能保持平静了 双目中奇光大圣并且开口了 曹德 看在你发现这桩大造化的份上 我将后赐你 特允许你追随我族 要知道 乱世来临 所谓天总奇草 命比草剑 一般的天才我族都不收了 你还算可以 过来吧 将母金叶池献上 你谁啊 哪来的东西 楚风终于开口 不再出神 他没有想到 想灭赤风等人 结果却引来这样两条大鱼 所谓的使者来自哪里呢 什么身份 他根本不知 他既然敢挑选神王级秘境 自然不怕 原本就是想坑杀一些对手的 原先 他是想用黑色小木毛杀敌 赶掉一些神王 现在 他 无需那么做了 自己 小阴间的神王 道果归位的话 还会怕谁呢 与应哲先病历的年轻神王神色微冷 不再儒雅 而是散发杀气 盯上了楚风 这个看起来不过是胜者领域的进化者 也敢这样对他大不敬 如此说话吗 他开口 吩咐应无敌 去掌嘴 留下母金叶池 至于那个曹德 则不用留下了 他让亚先族的人去掌锅楚风 并且击杀之 然后 他看了一眼应折仙 你觉得如何 楚风沉下脸 自始至终 这个所谓的使者 都没有问过他的意见 而是视他如无误了吗 哄的一声 他没有多说 神王道果与阳间大圣体融合皈依 顺西间 气息暴涨 神王血气澎湃 惊天动地 让山河都在颤里 楚风一巴掌向前拍过去 覆盖那个儒雅的神王 这个时候 天穷上浮现密密麻麻的血色闪电 最强天结又来了 楚风辟逆天结 冷漠而自信 翻手间 那只轰出去的大手牵引天结 为自己所用 而后依旧向前拍去 当然 他自己也在承受天结 遭受了无比可怕的攻击 敢对神祖动手 活腻了 那个儒雅神王喝道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在那儒雅神王说出这些话后 他自己才意识到 对面的大圣成为神王了 只因一切发生的太快 而且他没有办法躲避了 只能硬汗 他冲消而起 因为 楚风的那只雷霆大手太可怕了 覆盖了半空 伴着无数的血色闪电风暴 毁灭气息浩荡 喷的一声 他躲避不了 在天空中 被楚风一巴掌拍中 整个人翻飞出去 又被一只雷霆大手 按在崩塌的山川街 楚风像是自语 又像是在询问 神祖 什么东西 不远处 硬小小的嘴巴张成了O型 刚才他还在担心呢 还在为楚风而紧张与害怕呢 硬折仙也呆住了 硬家姐妹皆惊恶 彻底的实话了 就是硬无敌也是发呆 有些茫然 有些不解 觉得极其震撼 那可是一位神王 就这么被楚风一巴掌 给拍翻出去吗 硬折仙白衣裂裂 面上的雾气都散开了 一张完美无暇的面孔上 邪满恶然 惊憾 感觉很不真实 他的内心震撼莫名 这才过去多少年呢 楚风竟然成长到这一步了 他现在是少年身 看样子是转世而来 即便有前世的底子 可是要成为神王 并且力压使者神王 也太艰难了 可是他就是成功了 所走的道路 所达到的成就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十年出头 转世阳间 就能横推来自天上的神王 举手投足间 轻描淡写 这种战力太过恐怖 也太过惊人了 孩子们 什么情况 硬家的民宿来了 那名老玉跟到秘境中 他也是一位神王 不放心硬折仙三人 怕得罪使者 老玉满头白发面带微笑 可是到了这片区域后 面部表情却彻底的僵硬了 忍不住惊声道 使者 远处 那个年轻的使者 现在非常狼狈 满身是血 披头散发 再也没有之前的儒雅 衣衫蓝绿 此刻唯有一个硬小小 能够笑得出来 震惊过后 他很开心 不加掩饰 若非有所顾忌 可能已经大喊出 楚风两个字了 谁做的 硬家的民宿问道 而后 看向不远处 另外一名使者 那是赤丰 陪同过来的人 在他看来 也只有同为 从上面下来 但却不属于 同族的竞争者 才有这种能力 事实上 那位使者 现在无比严肃 内心有些发抖 头皮更是发麻 那曹德 不是一个大圣吗 可是现在 看绝非如此 情况严重 这根本 就是一位神王 而且是 绝世神王 他寒毛倒数 感觉一阵危险的气息 覆盖过来 他立刻知道 赤丰悟他 可是赤丰呢 哪里去了 这个使者寻找 发现赤丰早没影了 之前就找借口跑了 咳嗽声传来 在成片破碎的山峰间 使者站起身来 他受创不清 竟然被人这样一巴掌 山飞 打得满脸是血 也太耻辱了 他的眼底深处很冷 看向楚风 竟敢这样辱他 不过 一刹那间 他的面色就又恢复了 他清楚的知道 在这方大世界中 他不能为所欲为 移植气势的 不然会吃大亏 曹兄真是让我吃惊 让我惭愧 让我钦佩 部族若观之灵 就能有如此成就 太惊人了 在这动乱的大事到来时 我相信有很多大族 都很渴求你这样的天纵奇才 这自然也包括我神族 他恢复常态 克制己身 没有发火 反而露出 惊叹的表情 可是他的内心 却是一片清冷 不杀曹德这个下界大圣 他难出一口恶气 刚才太屈辱了 什么大圣 竟是神王 看来信息错得离谱啊 他心中非常不满 对于亚仙族的老玉 生出恶感 消息太失真 废话什么呀 自己长嘴 楚风开口 在那里邪逆与威胁 曹修 我承认之前有些误会 对你有过不该有的误解 年轻的神王叹气 并且眼神炽热 要招揽楚风 说神族渴求他这样的奇才 而一旦加入神族 到时候会赠予他无上天功 给予他无匹的呼吸法 让他的进化炉一片坦途 甚至有昔日最强者的无上手扎 可惨悟 他很客气 表现的也很坦诚 然而 楚风火眼金睛 对方之前眼底身处那曾经一闪而过的阴冷光芒 怎么能瞒过他呢 此外 起初对方姿态那么高 让应哲仙等人来掌嘴 要抽他耳光 可谓傲慢至极 现在突然谦虚起来 怎么可能是真心的 你到底要不要自己掌嘴 楚风直接打断他的话 冰冷的贺问 都不想多说什么 他都是要离开这片战场的人了 还在乎什么鸟食者 不榨干他身上的好处 怎么可能罢手啊 曹兄 我承认不久前 年轻的神王还在开口语气平缓 姿态真诚 然而 等待他的 却是雷霆爆炸声 那血色的闪电交织在天穷上 一只可怕的大手探了出来 向着他拍击 楚风再次动了 懒得听他废话 自己出击向他删去 自然也携带着可怕的最强雷洁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